《语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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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密教要注意这个修行的次第 你本尊没有相应 你就已经修到内法来了 很多人都是说 我喜欢修这个内法 修无上密 我直接就大言满 大言满其实就是顿悟了 我直接就要修大言满法 这个宏教的大言满 我马上就要把它修成 你本尊都还没有相应 你怎么去修大言满呢? 你最少你也有险教的种种的基础 才来修密教的内法 所以这个以前的这个密教 一定要有十二年的显教基础 在八年的这个密教 它有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规定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中在修行当中 有修行的次第的 不可以这个业集的 因为你业集的话就一定会出问题 你没有本尊相应 你身体里面的这个明点 往何处印 你没有本尊相应 本尊根本没有来给你加持 你没有上师相应 你内法的传承 内法的这些明点 那个弃 还有卖 得到谁的加持 没有上师相应 上师没有给你加持 没有给你加持 弃卖明点 你怎么会 这个内法会有成就呢? 所以这个再再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中派的弟子 不要这个 就是 一心就想学这个高深的这个大法 其实你基础打起 打稳 不管怎么样子 这个往生都是绝对没有问题 就害怕你这个基础不顾 很快的就想学大法 这样子难免啊 就是 上面大法也不成 连最基本的这个初冠 你也没有办法得成就 那么谈到这个思维 就是想念 想念的问题 就是念头的问题 也就是意识的这个问题 这个佛陀将来也会再讲 你的这个想念要怎么想 才是正确的 他指导你一种想念的方法 一般我们世俗人的想念 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想念不正确的话 就很容易这个有偏差 基于我所知道 我在看一个人的这个想念的时候 看他的顶 他的头顶 他的周身 他有光气的 一个镜子摆在你面前 你注意一看 他这个身体的周围 尤其是不穿衣服的时候 你穿衣服的时候 比较难看出来 因为你衣服把那个光 也可以讲说 稍微遮盖来一点 你把上衣脱光 这时候啊 在你的皮肤的表面上 有一层光分 一层光分 你看那个光气 跟这个头顶上的光气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 所以这个思维啊 是可以讲 一般来讲是无形的 当真正你修行 有了这个正量的时候 你看一个人的光气 你就知道这个人在想念什么 你以为你在想什么 师尊不会知道的 其实你这个从这个眼睛尾巴 把这里的光出来的话 你的这个想念的影像 都是在你的耳朵的上方一点点 一种图片会产生出来的 当你在想那个东西的时候 它这边会显现出来 所以像仙人啊 你偶然在想那个的时候 他偶然就会出现的 你不要以为你是仙人 你是亲近啊 有时候也是不近 对不对 我不是讲你不近 众生都是不近的 众生不一定是很亲近的 一天当中你这一天当中 你可以保证你这一天当中 你的想念都是亲近的吗 不是的 你只要一般的这个科学家 研究人的思维啊 四个小时之内你就要想念一次 啊不好的这个念头 啊不好的这个念头 在四个小时当中你就有一次 啊那一种念头就会 产生在你的这边 所以你说哎我没有 你没有我就看的有 你没有我就看的有 对不对 你说我没有 看的就有 这个 确实是有嘛 好对不对 哈哈哈哈 啊这个是思维的问题 那么佛陀也会教我们 怎么样子去想 怎么样去思维 禅宗又称为思维 啊思维修 他就是修这个想念 啊像很多这个弟子 很会闹情绪 其实我们很知道 我们都清楚的 你在闹情绪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很多弟子他很会闹情绪 我觉得是你的好像比男的 更会闹情绪 那个男的这个情绪啊 可能男人哪比较大而化之了 也就是说有时候 有一些事情来的时候 就算了 比较大而化之 就给他化解掉了 那么你的呢 奇怪了这个佛陀也讲 你的心好像稍微小一点 事实上你的好像一切的 情况都是稍微小一点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去容忍 他就容易把他的情绪 给他发飞出来 那情绪一发飞出来啊 就很麻烦 就必须要这个去给他欠结啊 或怎么样子 让他变得好一点啊 或让他这个情绪给他平稳 我们就讲说好像衣服已经皱了 就要拿着这个 乌道去乌乌的 乌乌的让他平稳一下 让他这个好像是说 心情啊平和一下这样 可以讲就是安慰一下了 那在我们这边也是很麻烦的 这些出家弟子啊 他偶尔他闹一下情绪啊 我们就要赶快很紧张啊 就跟他讲 不要这样子吗 不要哭吗 这个样子来吃饭吗 好好的睡啊 天天就是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烦死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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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